我覺得 Made in Hong Kong 代表了香港是一個很有信譽的地方 當一個客人看到一件產品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時候 其實他會跟我說 我知道你的產品不會亂來的 不會粗地難做的 你有你的要求在這裡 不會說交了貨就算了 Made in Hong Kong 是令到客戶看到這件產品是會有信心的 香港做外賣包裝有很多間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都在內地生產 以我所知其實全香港應該只有我們一間 是真的一條龍全線所有的生產過程都在香港做的 我們做了印刷三十多年了 你會看到因為我們做一些人說明書 其實說明書的需求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們已經在印刷這個行業不印書了 我們可以印什麼東西呢 大概在2006年左右 其實我們看到印刷業的趨勢走了去包裝 有一句說話很實在的 就是環境好你又要吃 你環境不好你也是要吃的 餐廳依然都是要存在的 一邊做R&D 一邊去看市場的發展 其實我們就覺得在這個行業繼續做的 其實是頗有前景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做這個take-away的包裝 當時我們是由一隻湯碗開始 真的到處去召喚 或者可能在餐廳內跟別人聊 因為當時其實主要都是一些發泡膠 或者是一些微波爐碗 紙沒有什麼的 我們當時是一些比較新鮮的產品 是有一段時間是會沒那麼容易的 但是發泡膠碗如果你有機會吃裡面的食物 你發覺熱一點點其實已經爛爛了底 當時我們都認識了一兩個客戶 他們去想有沒有一些解決呢 這樣就試我們的產品 覺得OK 就變成了從十幾年到現在 他們都是用我們的產品去做他們的外賣 其實一隻紙碗的製作過程 其實是兩線走的 當客戶想做一隻碗 他可能給了一個餐廳的招牌給我們 一個logo 或者一些簡單的設計給我們 我們就合作去做一個藝術品出來 這個第一線 第二線是我們做紙品 由歐美入口 通常來到一大卷 我們所謂的Jumbo Roll 因為我們就用Auxy印刷 做所謂的平章印刷 做的方法就是我們將一卷大卷紙 首先就切成一張一張平章 再運到過來我們的印刷車房去做印刷 剛才說到客戶他們的紙碗設計 印上升板 升板擺在一部印刷機上 印這個紙碗出來 我們公司比較特別 我們是第一個在大中華區 進入了一部叫LED UV 印刷機 它的功能就是用LED燈 做一個紫外光固化過程 油膜一過了這盞 UV 燈的時候 就立刻乾 勉強了 可能有些油膜不乾 過底的情況 然後我們就會送到一個無切機 就會盯上型出來 盯上型之後 撕上一張片出來 然後我們將片子 放上一部紙碗製造機 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將片子的平面 煮上去 用熱力或超聲波 然後就壓用了製造 貼上一隻碗 這樣碗便完成了 我們用的紙 就是一些特別的紙張 所謂的可持續樹林的紙張 我們叫做長纖紙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會比較硬挺 做出來會比較實正 不會說握上手很砲 你會很害怕 握著一隻杯會懶 會軟 這些紙的紙質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說環保的時候 可持續樹林 有規劃地去種樹 它們不會亂康復樹木 用那些樹去製造一些紙 加上一層 coating 令到它防水 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在市場上 多了很多 都叫做比較環保的產品 紙碗之外 可能見到一些蟹渣 可能見到一些 所謂的環保膠產核 其實是多了的 大家都很努力 在想怎樣去減數 但其實可能還有一個 很小的百分比 就是因為要做黏合 防水 還有它少許缺陷 不是說完全100%可以分解 我們自己做這些產品的時候 希望用到的膠成分是最低的 夠黏、夠防水 其實是最足夠的 我們都不太喜歡 真的要用那麼多膠 就算是做外賣都好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底袋品 我們會馬上轉 大家都應該去努力 去找多些方法去做得更加環保 其實我想小時候 人們覺得這間公司是你的 你爸媽做得那麼成功 是你要接手的 你聽得多其實會不服氣 你會覺得是否一定要我先做 因為剛才 當你小時候 你未認識到那麼多 說公司其實在做什麼 或者上一代做什麼 其實你就不太明白 他們花了多少心機去做這件事 你真的要長大 你真的要經歷過 你真的要落手做 你就知道 其實他們不是打扮牛功那麼簡單 他們真的要放了很多心機下去 希望就是說 上一代教導我的東西 我再做好一點 就不會辜負我上一代的努力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爸媽24小時都講公司的事 我自己覺得也很辛苦 有時聽到他們 只顧著講公司的事 由早到晚都講公司的事 現在變相就好像 跟家人做生意 又是家人 亦都是生意的夥伴 大家一起經歷一件事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培養感情 一個媒介 其實在香港做製造業 會有什麼難處呢 就是可能地會貴一些 可能工資會貴一些 政府資助方面 可能未必那麼容易到位 但話說的回頭 叫他印證了 其實有心在是一定做到的事情 之前都做過婚禮計劃 做過製作家 做過電視台 可能都花了很多時間 去不同的行業去做 但到了之後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都用得到我以前學過的東西 上一代或者我媽媽 我爸看我回來的時候 當然開心了 就是知道有人接手 但未必是這麼簡單的 他們不是說做一間很普通的廠 他們是真的會想辦法去領導行業的 好了 Michael你回來了 那你會不會希望帶一些新的元素下來 希望可不可以做好些 或者是一些事情可以令到 這個是更加興奮呢 所以其實是 回到來不是說 我瘋瘋瘋做少爺仔 又不是這些 其實你說對上一代下來的壓力 就不是說 就是賺錢那麼簡單 但是 如果你在香港 想印自己的標誌 可能你就去隨便一間廠 可以印多少才幫我們印 可能會跟你說兩萬 三萬四萬 小極都是斷萬計的 他們吃不起那麼多貨 他們沒有這樣的倉 所以我們就幫客製做幾千個 起定量 我們幫你分批數買貨 其實你是幫到一些 世間的餐廳 免了你自己全倉的壓力 當全世界的工業都很側重去中國 或者某些東南亞國家的時候 你覺得你未必那麼容易做到工業的地方 你做到 是都驕傲的